北京APEC一連舉行七天 但許多媒體矚目的是 下禮拜三 美國總統歐巴馬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將進行會談 包括香港、南海與網路攻擊等 都可能成為話題 怎麼理解中美在這次APEC的角力 今天的焦點縱橫為您解析 吳教授您好 您好 中共試圖在APEC峰會上 啟動有關跨太平洋地區自由貿易區的談判 但受到了來自美國的阻撓 想要請教老師 您怎麼看美中兩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 正在亞太地區爭奪影響力 是美中兩國現在事實上變成了經濟的這種強國 因為他們的GDP在世界上是第一名跟第二名 然後美國在近期也是重返亞洲 所以在亞洲也是怎麼樣去然後把這個再跟中國其實搶地盤 那他們的這個鬥已經鬥了非常地久了 這個當然經濟上原來是不應該是這個樣子了 可是現在的人間已經這個國一國之間都在從事這個經濟戰爭 那誰呢都要這個變成這個經濟的強國 而要把對方打把他打下去 那現在這個世界那個世界貿易是非常的重要了 所以怎麼樣去爭奪這樣的這個世界市場 那這些方面呢 因為原來是全球自由貿易那是最好的啦 可是現在全球自由貿易是不可能的啦 因為WTO那個也停頓了 所以現在變成這個區域性的這種貿易 或者是FTA然後就非常的風行了 然後這個地區自己結盟 然後跟其他的地區然後做一些這樣等於說一個對抗 那現在呢看誰這兩個國家看誰呢能夠在比較大的這個地區 然後占有這樣的影響力 那他呢就會比較那個占先了 所以呢他們有所謂的TTPP 然後跟ACEPT 那個是這個自由貿易的協定 那現在呢變成這個自由貿易區 這樣子來 所以呢又在那邊爭爭逗逗啦 不過呢到最後我們還是會說 其實到雖然政治影響經濟啦 但是到最後還是看誰的經濟實力比較強啦 所以在這方面呢 雖然他們在做爭鬥 但是呢其他的國家其實是非常清楚的 那其實誰都不會得罪啦 所以也會去加入這個中共主導的 也會去加入美國所主導的 那你沒有辦法那個這兩個國家沒有辦法去啊 這個是去指使那些國家說你不要跟誰來折磨啦 所以呢這個表演上他們的鬥得非常厲害 可是事實上最後還是要回到最後的經濟的實力喔 然後看誰的實力比較強 那就會比較這個戰先啦 所以這個我們呢 這個外行呢看著 然後這個內行呢真的是看門道 所以對這樣一種這個演變呢 我們呢這個當然呢 就是好好的去觀察 那我們當然是要找到我們最有利的這種方式 然後去找